我的兒子真的很頑皮 他坐不定 他哪可以站著跟你打球 有些小朋友可能是過度活躍 或者是自閉 在疫情之下 其實很多小朋友 多了時間對著電視 或者是平板電腦 無論是消遣的時間 其實不能出去公園玩 或者是上學的時間 都多了對著電腦 其實我發現 多了很多小朋友 要戴眼鏡 或者是要特意戴抗藍光的眼鏡 久而久之 我覺得 看到現在戴眼鏡的小朋友 都多了 近視深了 其實如果家長 真的想帶他們來打球 會不會有影響 其實不會有影響 因為其實你平時 很多小朋友都要戴眼鏡 去學打球 依然都可以做到 很深的打球 都可以的 其實沒問題 一樣都可以打球 譬如不安易 其實他也是很深近視 他應該排得七、八度近視 如果沒有記錯 所以他也是世界冠軍 所以我覺得 這個真的是一個… 沒問題 又或者家長就說 我兒子真的很頑皮 坐不定 他哪能站著跟你打球 那行不行呢 其實能否令他們 變成一個很乖很安靜的小朋友 其實可以的 我覺得也可以 因為其實這個學校 我也有時候會教小朋友打球 其實有一堂 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有兩個小朋友 有一個是很安靜的 有一個是很活躍的 有一個是很活躍的 差不多是兩個的極端 但是依然都是他們 都可以玩得很開心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可能會有些人標籤了 這些小朋友 可能是特殊教學需要 或者是這樣 我本身就不太喜歡這些標籤 但是現在很多人都會這樣去叫他們 但其實我覺得 桌球也是很適合這些小朋友去打 因為譬如有些小朋友 可能是過度活躍 或者是自閉 我看到他們有時候打桌球 一進了球球之後 可能是整個人的反應 各方面都不同了 馬上很投入 只要他成功一次之後 就馬上把專注力集中 回到桌球袋上面 所以其實桌球真的有他的價值 在這裡 很適合這些小朋友去玩 還可能令他們的自信更加高了 是的 其實這些小朋友是很聰明的小朋友 可能在某一方面 可能欠缺了 但在另一方面 又比我們厲害 所以其實也是一樣 但是其實 我覺得是 我們是有這個責任 去幫助小朋友 去找回他們的價值 在這裡 其實要專注他們的長處 我覺得桌球 就可以帶給他們 這個自信心 嗯 我們那個課程 全部都是我設計的課程 是給小朋友 所以要真的來到我們實體的學校 都可以在家裡 可以學到桌球 怎麼做呢 這件事 這件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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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件事 啊 好厲害 好可惡 成功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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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